自当全高远,风云高 好了,我们今天想研究一下 香港在这个格逢之中,到底怎么自处 嗯,纯粹是经济 当然经济和政治都有关 但是由钱的流量,那个叫traffic 和钱的那个变阵 和变形这个层面去看 香港有没有运行 那以往香港的经济成长 当然是受惠于中国大陆 作为香港的窗口 去吸纳外国的资金 和进行通过香港入大陆的投资 这部分 那现在香港 在现在这样的跨国人民币结算增加的时候 其实相对地 是减轻了香港的作用 是 变成了香港不是以往 因为香港 以前 就是人民币可以在香港 自由兑换的地方 所以其实很多的外汇 其实自从1949年之后 都是这样的了 就是通过香港 去换取外汇的嘛 这个游戏玩了几十年了 但是现在如果有其他 现在的消息就有 全世界建立了31个地区或者国家的结算人民币中心 就是通过这些31个地方 中国大陆是可以在那里得到外汇的 那变成了香港的重要性是降低了 这个你如果看大局或者部署 那其实中国 我可不可以说 叫放弃了香港 或者是将香港的重要性降低了呢 这句说话放弃可能太过分了 这句说话 那这样的 那就是巴西啊 俄国啊 甚至这个中东国家 甚至将来有一日东盟国家 增加这个人民币结算 就未必对香港是不利的 因为呢 大量的人民币结算 仍然要透过香港进行 根据这个金管局 最新这个的调查呢 是有七成 国际的人民币结算 是透过香港的 那问题在这里了 为什么要透过香港呢 现在其中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 港币这个叫做兑换杠杆效应 是必须仍然有效 港币呢 在人民币 和美金 或者是其他货币之关 它这个叫做 桥梁中介 或者叫说通俗一些 叫做皮条的作用 是仍然要维持 但是呢 你都知道 在这十年八年之间 现在香港有些人竟然说 喂 什么时候 连港币都废除了 香港 行买这些人民币呢 那么随着这个国际上 中东啊 或者这些法国啊 开始的能源公司啊 俄国啊 真的用的人民币越来越多的话 他手头拿的人民币呢 当然不会是用来买了中国货啦 对不对 我都说过啦 沙地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油 中国拿着这么多人民币 买什么呢 中国有什么货 是义乌那些打火机 还是天速呢 中国有没有出产私人飞机呢 中国是不是能够出产 这种叫做豪华游艇 可以超过荷兰和意大利的产品 它拿着人民币没用的嘛 所以只能够在政治上 他拿着人民币应酬一下中国 又或者用人民币买得有限的中国货品 但是如果他用手头上的人民币 比如用七成 另外那三成呢 他都要弹工手稳的地方 偷偷地兑回外币 是不是 那就是香港啦 那跟着香港的远景 香港会拿着很多人民币 是不是 拿着很多人民币呢 还有那个导致到港币和美元外汇的储备 相应是会不会不足和减少了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香港特区政府 有没有足够的金融专家去面对 像现在说美国没出手 假设美国没出手 风平浪静的时候 他拿着这么多人民币是怎样呢 是不是 那到时中国会不会有压力呢 对你香港 人民币水浸的时候会怎样呢 有个港币 还有个美元储备在这儿 这三样东西叫做 好像玩杂技那样 Juggle 叫Juggling 的时候呢 你怎样维持一个平衡呢 香港有没有在这方面的人才 还有一个叫做独立金融理财的权力呢 是不受所谓的阿爷的支配 这是最大的关键 陶先生 你就看到经济的层面对于香港的影响了 我从这个战争和军事层面的层面 就是吸收回俄乎战争的状况和美国的制裁 它可以冻结俄罗斯在美国 甚至在一些瑞士这些国家的资产 美元资产 那这样东西呢 其实是我会多心想多了 其实中国也都担心着 未来如果是依然依赖美元作为一个交易 甚至可能他们在其他国家的一些贸易的时候的美元资产 可能都会在战争期间遭受到冻结 那如果他们是和其他国家包括巴西或者东盟 是用人民币结算的时候呢 那之间就可能免除了这个美元资产被冻结的可能性了 那这样我不知道是不是会发生 但是令我想起就是会不会 其实也都和预防战争期间 好像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期间 中国大陆的美元资产 或者美国的债券等等 是会遭受到一些冻结 这样呢 还有一些更大的风暴 美国方面流了风声有些腹筆的 例如这个调查这个所谓的新冠状病毒的源头 指向这个武汉 我不记得这个总统拜登 一早已经说有这个国安机构方面提供的那个报告 这些一直都没出声 还有要求中国要提供赔偿 可以说现在呢 美国总统大选上在早期 这些议题呢必定是会在今年年底明年初 这个叫美国总统进入热身阶段的时候会炒热的 所以再加上不要说台海 那个局势是怎样呢 香港和港币挟在中间呢 是岌岌可危的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香港如果没有一些高瞻远足的国际级的金融专家 甚至是和美国方面私底下有论谈的人才呢 靠一两个这些这样的会计师在这里 主张这个叫几千亿的外汇储备 我觉得是够不够班呢 是吧 你拿开小型飞机的 现在突然间比较叫A380 这一架这样的巨型的珍宝噴射机 给你们没得碰 嗯 还有因为如果你要依赖这个美元的结算 我说回香港啦 就是和美元的关系啦 联储局在去年3月开始已经9次加息 这种加息的状态呢 虽然香港某些银行就没有完全跟随的 但是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 你是会受到美国的左右的嘛 这部分 所以其实将来 我这个将来当然不敢想象是快还是慢 其实我觉得香港始终是会 去到和美元脱钩的 这个虽然是一个现在听起来很遥远的事实 但是当如果香港的价值 好像我刚才所预料 已经不是成为中国的窗口 甚至被美国制裁 或者将它视为同一个中国大陆的城市 所进行的贸易限制是越来越大 大到是好像跟中国的上海 或者北京是没有分别的时候呢 那其实香港还跟美元的挂钩 那个意义是已经不存在的 所以特别是香港是否继续得到国际资本的信任 在这方面 是吧 一国两制 很多人有信美国国会的报告 英国下议院的报告 国际评级机构 这些 你怎样在那儿垂地板 垂胸口都没用 这个公信力呢 是永远在西方的权力机构那里 经济的评级 和西方国家的国会 那这些你平时的所作所为 是影响到西方这些这样的机构 或者政府或者国会的评级 对你一而再再而三地下调 你在这儿骂街是没用的 外汇的管制是必然会进行的 是 因为如果出现了战争状态 正常的香港人 你都会将所有的港币变成美元 或者将这些钱移走 那当时就是国家安全问题 因为国家安全包括经济安全 那如果出现这样的状况 你要预防的 尤其是20年来 中国的经济猛烈增长 但是现在这三年你自己动态清零 和逐步进入所国的状态 是吧 连大陆那些人的提款 都随时有消息 是说拿不出 到时这个叫国际资本的信任 不是不信任你香港 最主要是不信任你香港 背靠那个祖国 那现在你共同捆绑 是吧 谁人都知道 那个危机是非常之厉害的 特别是当你香港 已经不是以前国际的金融城市 是吧 当中国的经济高速的增长 GDP 就已经是不在 世界工厂的地位是动摇 和西方的金融人才是持续外流 和这个叫资金 这四样东西已经同时出现 而香港近三十年来 就是靠这四大因素 来都维持地价和美元储备的增长 是吧 是吧 第一叫中国高GDP 高速增长 第二是世界工厂 大陆的地位 第三 就是西方的金融人才 和资本是流入 是吧 第四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有国际资本的信任 和国际间熟悉的香港 如果说的简单一点 其实香港是一个大赌场 以往 其实香港做白手套 或者是违反联合国 进行一些私下的贸易 或者走私 其实 美国知不知道 当然不知道 但是只不过这个赌场 美国有份 它里面有赌厅 都是美国自己开的 于是这个大赌场 大家一起去赚钱 或者它一只眼开一只眼闭 只要你不要过分 或者是可以叫受控的情况之下 音乐已继续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 当你国安法实施了之后 当你实行了一个 这么严厉的一个政治的控制 美国这些赌厅全部都没有运行 甚至很多赌厅要接了 这是一个举例来的赌厅 当美国人在这个地方 已经不能够找到它的利益 那么以往你做白手套 或者你做中间违反联合国禁运 或者违反联合国的这些贸易进行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美国就和你买单计数 大家最怕就是 在香港用人民币结算 那个作用越来越高 但是其实在国际贸易人民币结算 那个份额是没有突破的增长 那时候在香港就是两头五道岸 会不会是吧 所以这个人民币结算中心 是否能够有持续性 和是否一个一厢情愿 未来还有一些更加耸人听闻的 就是数字人民币 连实体人民币都不再需要了 就全部数字化 那么香港会不会再进一步 将来也都会推行呢 香港人除了出粮出人民币之外 而更加会出数字人民币 那么这些呢 现在的时候当然你可能会觉得很遥远 但是如果当这些人民币的国际结算 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么它有充分的理由 告诉你知 其实人民币已经可以取代美元了 人民币可以取代港元了 不可能 因为人民币国际化 一个最关键的因素 就是你中国国内的金融资本市场 是能够对应地维持开放 是吧 是啊 我刚才说了 这个对于共产党 你现在等于挖他的命筋 他怎么肯呢 比如说你那些保险 大陆那些保险 是吧 那个市场你准不准去 这个叫美国的保险公司进入 根据你自己签了这个WTO的协议 你是开放的嘛 你给不给呢 是吧 那些平安保险啊 太平啊 这些手上拿着数以十万亿计的 是吧 人民币啊 美国佬想不想分一杯羹啊 当然想啊 是吧 如果不是 为什么会给你加入这个世贸组织呢 是吧 这个克林顿 怎么会给你做这个 承认你做贸易最为国呢 你那真是做前线啊 但是你签了这个WTO之后 一直都没有兑现 是啊 李克强在那里 一直这么说 他有他说咯 对不对 个个都知道 在二十大之后发生什么事的了 是吧 说了一轮 他就啪啪窝走人了 是吧 到现在这个李强 做了这个叫做中国最新的总理 你有没有那个权力 是大力 是 不是做 不是说是做 是开放中国的金融资本市场 这个是最重要的